德匪经济论坛的会议 并且发表谈话 当时是有大概上千位的专家学者来参加 尤其是来自于欧洲的 那么我们交换经验 大家都认为维护两岸的和平和区域的安全 自为重要 我并且呼吁各方敦促两岸 进行避战的对话 这以谋和平 同时我也要求民进党政府 要确实遵照中和民国宪法 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来推动两岸关系